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会有30度 我们从地面天气图来看 这道封面会停留在华南 而北方的高压正在南下 明天会带来一些凉空气 那么至于台湾环境的水气 今天晚上有云系从海峡移入 所以明天会下雨的话 主要是各地山区 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震雨 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都很零星 偶尔有短暂震雨 而后天5月9号水气更减少了 全台主要是多云稻晴 只有花冬有零星雨 至于在母亲节天气好不好呢 星期五东北季风减弱 气温会逐渐回升 礼拜天以前白天温度 可以达到30度以上 而下个礼拜一开始封面影响 天气才会转趋于不稳定 生活follow me小丁尼要来告诉您 早晚有机会在户外活动的朋友 还有骑车的朋友 礼拜三礼拜四早出晚归的时间 可以穿个薄外套 东北季风稍微增强 所以会觉得凉 那么明天水气比较多 各地山区还有东部朋友 外出的时候雨具备用 那么东北风可能夹带 环境污染物影响到台湾 各地空气品质 普通到橘色提醒等级 那么在母亲节当天 虽然会有封面逐渐接近 但目前看来白天还是暖热闷 那么到下礼拜一天气 才会开始转为不稳定 我们接着来看明天详细的数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